上次呢带客户看完九龙站上盖物业之后 他问我说预算呢在三千五到四千万 四房的单位在附近还有什么样的选择 今天呢安州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同事看海景望中带进的单位还有哪些 我们今天就去看一看吧 Let's go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位于九龙奥运的龙喜 事不宜迟去看看房间里面吧 一进门呢是一个很宽敞而且很短的玄关位 毫不浪费空间 进来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厅 客厅和饭厅的分界非常的明显 好现在让我们出去欣赏一下外面的景观吧 哇整个海景呢十分的开扬 视野广阔 前方九龙站和ICC也映入眼帘 回到这个长方形的居厅我们去看一下房间的分布吧 走廊的这边分为四间房间两间套房 洗手间的位置采用了炫彩的一个马赛克装饰非常的现代 好走廊的左手边呢就是第二间房 这间房呢也可以作为书房的用途 不管是大人办公或者小孩子读书都很方便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我最喜欢的这间主人房了 洗手间呢是一个浴缸的设计 云湿的处理非常的高级和时尚 主人房呢3.3乘以3.5米的距离 宽敞大气加上一整个落地玻璃让仰光全部洒进来 整个采光度非常的高 好出来呢就是第二间的主人房 最后来到了最具有人间烟火器的一个地方 这就是厨房了 很少看到这么四方形宽敞而且好用的厨房 就让我们去看看厨房里有些什么吧 整个厨房呢除了空间宽裕 所有家电也因应俱全 蒸炉橘炉红酒柜冰箱起立即 厨房的里面呢还有间工人套房 有洗手间而且有窗户 如果你对今天介绍的龙洗 这个单位有兴趣的话 就请联络这个号码约我一起看楼吧